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这个夏天一当 观众朋友会在很多 这个果菜市场 传统市场 跟水果摊里头 看到像我手上这样的 小小一颗柠檬 不管是带纸的 五指的或者是黄色的 都是夏天里头 做料理 做沙拉 做很多这一个食材的 这一个非常好的 这一个伴手 但是这个小小一个 这一个柠檬 实际上富含的维生素C 而且可以帮助人体 抗癌抗发炎抗老化 可是也因为 它的PH值很低 所以观众朋友 在使用柠檬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有 非常多注意事项的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这些 小小一颗的柠檬宝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乳房外科的 医生好朋友 黄伯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 专科医生好朋友 张震荣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牙科的 医生好朋友 徐庆林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之音主厨 大家好 先问一下这个刘医师 柠檬基本上全身都是爆 那这个夏天盛产 很平价的时候 其实一颗十块 十来块就有了 那柠檬也常常是东西方料理 或者是沙拉水果非常好的调味料 因为它基本上营养素真的很丰富 对你看你那个整个柠檬 我们常常讲我们几个柠檬吃 事实上全身都是饱 包括它的皮 我们看如果把它细分来讲 它的营养素是这样 我们常讲维生素C 它里面就有 其实柠檬里面维生素C来讲 跟一般文师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其实在我们这个肠胃道里面 会跟一些铁 植物的铁 会促进植物铁 变二价变三价 然后利于吸收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改善贫习血是有些帮助 那柠檬酸很妙 柠檬酸是一种特别的一种 柠檬里面有积酸 各位知道我们讲 我们如果人这个运动过去激烈 疲劳的话 有个乳酸的累积 事实上柠檬酸来讲 是可以促进乳酸的排泄掉 所以会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疲劳感 所以无外乎有的时候 我们讲运动完的时候 喝点柠檬汁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疲劳消除特别快 另外叫柠檬黄素 柠檬黄素它是一种类黄酮 各位我们很多的植物里面 都有所谓类黄酮 你知道听到类黄酮这三个字 就是非常强的植物抗氧化的元素 那每个植物都有它不同的类黄酮 那其中柠檬黄素 其中这个它里面含有的是类黄酮 那这个柠檬黄素 过去我有做过研究 那个我们一种就是血癌的细胞 叫做一种急性骨髓性的 这种血癌细胞 他们在动物实验发现 用这种柠檬黄素来讲 可以促进这种癌细胞的一种 叫做癌细胞凋亡 换句话说促进癌细胞死亡 但是不要听我讲 又开始每天柠檬磕磕 这我来讲给大家听 就说在动物实验或细胞实验 是这个样子 另外柠檬油精 其实你看到我们常常讲 我们种什么精油 我们从这个不管橘子皮 或这个柠檬皮里面 这个叫精油 它里面有叫做干皮层 和干皮筋 这种人也来讲 它这个里面来讲 是对于我们的抗自由基 很有帮助 其实不是说只有说 是一个这个芬芳的感觉 国外还有一个 很妙的一个study 说这种油精来讲的话 如果给这些嗅觉不好的人 在尝尝去刺激化 它确实可以让它的这个 失智的状况会有点改善 因为它透过嗅神经进去 活化我们脑细胞 另外柠檬多酚 其实多酚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其实多酚来讲 降低我们自由基 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自由基 对身体老化 这种的破坏性 是有这个延缓的作用 还有它本身就有这个可溶性纤维 我们讲过纤维来讲 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 可溶性纤维里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苹果的果胶 其实我们柠檬里面 也是有这种可溶性纤维 可溶性纤维来讲 它是在我们肠道里面 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上升 延缓脂肪的上升 换句话说对于改善血糖 这种代谢是有关系 不过特别提醒它 我们一般延缓血糖三升 但是我们喝柠檬汁又加糖 这个时候另外另当别论 不过我们讲说 它营养素这么多 我们讲说 拜托大家 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抗癌 开始每天吃柠檬来抗癌 你如果得癌症还是要看医生 我真的碰到一个案例 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一个三十岁一个女生来找我们 事实上她再来找我的时候 三年前她是被诊断 这个乳癌二期 二期来讲的话 那当时在北部医学中心 就建议她开刀 她开始她看很多资料 她很怕 开完到又要化疗 她很惧怕 她说化疗这个又会掉头发 口腔破掉 然后怎么都不是很好 开始找寻各种自然疗法 各位在网路上的自然疗法 很多东西要特别特别小心 陷阱非常多 她看到一篇柠檬汁抗癌 所以她就开始去研发她的处方 她买了一大桶的柠檬回来 她每天把柠檬的切片 切片就把榨汁出来 然后用水吸制 她一天平均会磕掉 大概将近八到十颗的柠檬 各位这量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女生她磕了半天之后 她发现问题 她的胃酸越来严重 牙齿越来糟糕 后来找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我看到她 我说你不能这样弄下去了 她一直跟我喊这个 喊一个圈圈 是不是我的柠檬剂量 加的不够多 我快疯了 我说应该赶快去找 黄医生去做这个手术 可是我问你 她还是不太管我们的话 她又去兜了一圈 过了三月跑回来了 她就绕了 后来淋巴转移了 淋巴转移之后 我们再跟她讲说 不行后来她终于听我们话 可是再去 仔细要安排手术 要做治疗之后 后来发现肺根骨转移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癌症还是要寻求正常的管道 虽然我们常讲 很多的蔬菜水果 植物里面有很多 很好的抗癌物质 这是在我们平常预防 但是真的 淋满癌症不能这样弄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一次强调 其实在国外 有很多另类疗法的诊所 我们不要说只是是不是国内 其实在国外 也有很多癌症的专家 非常的推崇 维他命C 而且他们说 维他命C的高剂量 其实是可以抗癌 可是呢 它前面的淡数是什么 你必须要经由正统的 疗法之后 你再去用多少 适合你的维他命C的高剂量 你再去治疗 那维他命C抗癌 主要的是来自于 它有一些抗自由基 抗氧化的能力 甚至于美国在那个 国家卫生 癌症癌症的网证上面 他并不反对 说你有癌症的病人 你可以食用大量的维他命C 来补充抗癌的能力 可是先决的条件 他们这个单位叫NCI 大家去Google的时候 NCI列举了好多个民众的问题 而且他鼓励民众说 关于维他命C的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进入正统的化疗 那你在化疗当中 维他命C是真的可以改善 你很多化疗的症状 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有像乳癌 摄护线癌 其他化疗正在治疗的当中 你跟你的医生咨询 你的肠胃道是不是很适合 在摄取或者在这个静脉疏 能够截取维他命C的话 那也许可以减少很多你的损伤 那NCI就曾经在2009年 他们做过比较大型的实验 他们就把一组人 在化疗当中 有加维他命C 跟没加维他命C的做比较 就发现真的有维他命C的病人 可以改善很多化疗当中的生活品质 能减少它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所以它还是有帮助 它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指向说 这个维他命C 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那接下方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下 这个季节其实柠檬你也常常录菜 那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甜点 或者是沙拉也都可能用到 做甜的做咸的料理通通都可以用到 但是原则上就是 你做的过程就会稀释了 那我们说现在前面看到的这些品种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来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一拿到这个 好像国外来的黄柠檬 我们会称它叫莱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台湾的这个柠檬才叫柠檬 可是事实上现在已经很正确的告诉我们 它都是柠檬 而且我们国产现在连台湾也种得出 这个黄柠檬 只是说因为海外来的时候 它是要经过运送 所以它都是到成熟采过来 我们是比较还带一点点青色的时候 采收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它切开 宁关你可以看到 这里 对 其实不大一样 油脂没脂不大一样 对皮比较厚 然后油脂 你看看这个油脂 这皮较厚的 它有脂的 它就是蕾毛 皮比较厚 然后你拿在手上这个是我们在菜市场比较容易买到 在那个泰国料理里面用很多的 它写五脂柠檬 那它的特质就是它的皮是比较光滑的 油油像这颗这样 然后切开的时候皮身 比较薄 对这个是莱姆 那这个会有什么 会有除了柠檬味之外 会带一点点的柑橘的味道 那基本上其实如果对于没有太大在意的话 你就把它都当柠檬用 那基本应该讲说皮有皮的效果 里面肉有肉的效果 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料理 你可以自己香味在这里 酸味在这里 好 那我们企划今天准备另外一个 这也是我带来的两颗 这个是香水柠檬 我从朋友那边要来的 它长相其实就比较瘦长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刚刚讲的莱姆是比较圆 莱姆的外形 有一点点像柳丁 只是它的皮是绿色的 那这个长形的 我们也切个剖面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有一位品种的差异 它的香度或者酸度不一样 是柠檬 对 然后香味 这个叫香水柠檬 然后你们闻看 有没有 有一个花香 有 我一切开你们会闻到一个花香 我感觉这个可以提炼比较多的 柠檬精油 因为其实观众朋友 如果女生在擦精油的会知道 柠檬精油也是蛮有名的 它就是多一个优雅的花香 就是在柠檬香之外 就多一个优雅的花香 所以它才叫香水柠檬 对 那今天呢 我做一道咸的 然后打一个冰沙 那咸的部分我煮 我们要来烧柠檬鱼 泰式的柠檬鱼 应该是很经典 但是它是一道蒸的菜 但是我在节目里面 我想要加入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所以我把它改成 用煮的方式来做这道菜 好 因为柠檬汁里面的柠檬酸 还有锡可以促进鱼里面的体系 就更快 是一个非常好补铁的方式 而且非常安全 柠檬苦素可以提升 干脏内部一些解离酵素的活性 那相对来讲 柠檬精油虽然是香气很足够 可是它对胃部比较刺激 好 这个是鲁鱼 直接把它剖了 对剖两块鱼肚鱼肉 请问一下 烧柠檬鱼的鱼的种类 有没有一些选择 其实我觉得用很新鲜的鲁鱼 台湾雕带皮 我觉得都觉得尼罗红鱼 都很适合 你不一定要用到 非常极度高档的鱼 就很家庭鱼 就好了 其实你就是有油脂 然后有胶脂 跟柠檬的那个酸 就会搭得起来 就会平衡 就有带皮 阿芳老师有一直有特别提到 就是要有皮 因为如果你是鲁鱼 是我们一般看到没有皮的 它没有胶脂 没有油脂 其实会比较 对那个肉会比较伤害 就是说因为柠檬是酸 那所以最好是鱼皮 鱼油鱼肉 三者都有 这样烧起来比较平衡 然后我现在用的手法 是上一次刘医师煮西湖处鱼的手法 我把它搬到节目上来 就是我们直接用扫水 然后盖起来 家里面不用太大的学问 你就开着小火 中小火来泡这个鱼 不要让它太滚 然后木耳会比芹菜熟得慢 所以我把木耳先把它放在旁边 一起就跟煮的方式 然后开着让它慢慢煮 所以少量的水跟少量的木耳 直接煮鱼就好了 那如果没有剖面的话 其实完整的全鱼也OK 对然后我们等到它都煮熟了 把鱼拿出来 我们就藉由那个鱼汤 再来做调味 最后淋上来 它其实就很快速 可是我们相对可以吃到 等会我加进去的 那些芹菜木耳的膳食纤维 而且更丰富 好那我现在开始来做 这个冰沙的部分 那冰沙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在家里面 柠檬最珍贵的两个部分 一个柠檬汁 再来就是这个皮 可是如果大部分的妈妈 可能会嫌麻烦的 直接压一压 把汁拿出来 那个皮它就不要了 可是事实上你磨一磨 我现在只取这个 绿色的皮末 一磨到位置 见白了 我就更换地方 然后来 你闻闻看林冠 很香啊 超香的 超香的 就它柠檬精油 最香的地方是这个皮 那这个我等会要把 我们打好的冰沙 再把这个部分加进去 所以很多柠檬的派啊 塔啊 甜点 为什么都加这个 对 好 然后再来我们就来取果肉 那我取果肉的方法 也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会两头让它骑 然后呢 这中间就直接 把它开成一个像骨一样的 然后呢 就刀子拿着 你是这样去皮的哦 对 好 你现在取的方法 有点像我在去那个 奇异果的皮 我个人吃奇异果有两种方式 一个方式就是这样去干净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拿一个小汤匙 是啊 林冠是很聪明的 表示我们都是一样 就是用了一个很方便速成的方法 然后你就可以取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果肉 这样子来做 在家里面 你可以准备有这样的果肉 我们就可以来打冰沙 我不是把它打成汁哦 我们先把这个果肉先拿出来 好 然后 我把这个 我这边有两颗 两颗的柠檬 两颗去皮哦 剩下果肉的柠檬 好 然后呢 夏天我们加蜂蜜 好 也可以加 你的蜂蜜是连蜂槽都有 对 对 好 反正因为要打 所以蜂槽也下去打 很纯 保证很纯 好 好 所以这是典型的蜂蜜柠檬 其实蜂蜜柠檬 古今中外到处都喝 有阵子台湾最夯的其中一个茶饮料店 它卖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柠檬风味的茶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先把这一些柠檬先打 打冰沙 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水 大概一份 然后你的冰块要大于它两倍 它才会有那个雪露的感觉 所以水跟冰块要一比一倍 一比二以上 对 不能一口气全部下去 你如果一口气这边还没有变成这个 汤水的时候 我先打汁 所以我现在把所有的柠檬果肉 都打散打碎 跟蜂蜜就把它打碎 所以打冰沙 尤其水果的冰沙要两阶段 对 好 难怪 所以有一些人常常一股脑全加下去 全加 然后就发现一直打不散打不勻 那你的比例你就斟酌 你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在这里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来加 好 所以现在的冰块就大于刚刚的柠檬汁的水溢的两倍以上 这样最好 对 好 那如果家里面呢 妈妈同时可能很多人会种有薄荷之类的 那在夏天很消暑的 你可以把一点薄荷 或者是你刚刚放的白开水 对 你可以是把它先用薄荷泡一泡 好 来 好 OK了 好 你可以看到 好 很快速 这个冰沙立刻好了 可以看到 它咬出来就是 如果你的比例控制的是 很好的 就是今天我们讲 我们来看一下 来你吃吃看 这样的冰沙 这样的冰沙 其实口感就会很好 然后你用吸管 或者用汤勺来吃都非常好 对 有没有 然后呢 是不是就是冰沙状 好 对 然后在家里面 妈妈夏天消暑 你有种的薄荷 越摘它会长得越好 所以记得这个时候 就把它们拍上用场 这个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 更特别的是 你除了薄荷以外 其实你可以加九层塔 九层塔冰沙 跟柠檬混在一起 那个味道会非常特别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 所有妈妈的特别的感受 你可以看到 现在一个冰凉的冰沙 我把薄荷埋在这里面 对不对 好 然后来 这个在夏天会很抢手 是你主厨说要加九层塔 对 在我家 加的东西也很另类 给大家看一看 这碗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仔细看 辣椒 绿色的辣椒 好绿辣椒 真的 辣椒切一切 放一点点的盐拌一下 它会入味 是咸的辣椒 真的 拌成咸的辣椒 咸辣椒 真的是咸 那原因何在 其实来这个节目 也学到很多中医师的理论 凉的东西 最好是温温的吃 可是在夏天 你说的 然后温温的吃 吃不下去 那辣椒热 热 它才会上火 然后柠檬 凉 然后降火 然后冷热平衡 而且柠檬汁跟盐放在一起 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买好 你喝过你就会知道它很棒 然后我们把这样子 你就可以端上桌去跟家人领钱 好 领太前 好 带我一个 好 让我一个 然后我忘了把这件事情放进去 在家里面磨好这个皮末 你打好的冰沙 要喝的时候 妈妈你记得 揉一双双的香味 揉一双拿出来的时候 它的香味就会在这里面 所以是一个有肉有汁 有冰沙的凉爽 然后有冷热平衡的概念的冰沙 好 这个OK 那我们同时间 我们的柠檬鱼也烧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夏天 快速烧鱼的手法 对 也是一个快速烧鱼的手法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鱼 它就已经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 一个猪血吧 而且从刚开始放下去的时候 它的汤水会是 颜色是白灼的 可是现在到鱼完全熟了 它就会变得很沉浸 就非常的干净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片鱼肉 所以鱼肉可以先拿出来 对 好 哦 所以为什么你留下来的汤水 还要烧其他的配菜跟调味 那烧了之后再让它淋上去 对 就跟上次西服处理的作法 对 是一样的 可是风味就不一样 因为其实蛋白质 基本上大同小异 可是你烧的配菜跟酱料 就完全不一样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要准备 把这些膳食纤维把它烧出来 第一 我放了比较大量的蒜头 好 蒜末 对 然后可以开大火 然后要有鱼露 好 才有泰国风味 对 我觉得你是全台湾数一数二 会用鱼露的人 像我如果买一罐鱼露 我可能用一次 然后就放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然后鱼露要放一点点的糖 好 就让它咸甜有一点平衡 调味 对 好 然后要一点点的辣 好 然后最重要的 现在我要把这个绿的芹菜 把它放进来 像我今天就很特别 我也把那个阳芹中间的那个叶末 也把它加进来 把它切末一起烧 对 然后来 这边香菜末都放进来 你可以看到光这一锅 是不是就是在炒蔬菜了 对 对 对不对 好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的柠檬汁 等到它都滚了 菜已经翻射透光了 就变成它已经表示全熟了 这时候我们要最后淋到鱼上面的时候 才把这个柠檬汁放进来 而且柠檬汁不能久烧 现在所有的配菜跟酱料 就要淋上这一个鱼肉 对 然后就直接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这个蔬菜 来淋上去 对 就很夏天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是太棒了 夏天来讲用这种料理方法 其实鱼的这种 有时候有人怕吃到鱼的腥味 这完全不会 而且全部都柠檬的清香 而且这个料理有个学问 我们常讲 现在很多人就是有贫血的问题 尤其女孩子 非常因为我们讲 这个越式的问题 很容易有这个缺点性贫血 如果说你这个在 面子来的前后的话 补充点像这个柠檬 这种鱼肉 因为柠檬汁里面的柠檬酸 还有C可以促进鱼里面的铁吸收更快 这是一个非常好补铁的方式 而且非常安全 而且他 阿凤老师最厉害 就把扇子纤维 他每次变到 他大概健康好成功入久 都会把以前的一些 一些野菜的方式 都会入很多纤维 这个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称赞到底 那问一下徐医师 牙齿不好的人 吃柠檬有没有要怎么样处理 那相对上对牙齿的伤害 也比较缓和 我们刚听那么多专家讲 那个柠檬有那么多的功效 那许多人喜欢用柠檬 来解除那个口气的 口腔的气味 很多餐厅提供的水 都柠檬水 是是是 那其实我们 因为平常在门诊 接触很大量的 牙周病的患者 对于这个口腔的气味 我们其实特别的敏感 有时候甚至那个捷运的上面 我都可以立刻可以判断说 旁边这个可能是 有牙周病的状况 那大家喜欢 藉由那个柠檬水的 那个温和的杀菌的这个作用 去抑制口腔的气味 它的确可以减缓 这个口臭的状况的产生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建议大家 能够利用各种不同的工具 能够去精细的清洁口腔 能够真正让口腔的气味 能够减低 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口腔的细菌造成的气味 其实还不是我们最担忧的 我们最担忧其实是 细菌会从牙周病的 牙周囊带进到血液里面 会去让血栓更容易形成 坊间常常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配方 就是说你喝这个纯的柠檬汁 再加上这个苹果汁 再喝一些橄榄油 可以排这个胆结石 医学实验发现这样的 三个汁的配方是无效的 所以我在那边呼吁大家不要喝 喝一喝之后又聊聊天又再喝 她高频率去接触的时候 年轻女性20到30岁 其实这种状况非常常见 对 所以我们研究就有发现说 年重牙周病的人 他得到心脏病的几率 是健康的人 得到心脏病几率的4.5倍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案例 就是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就是口腔的状况非常不好 然后一直不去治疗 因为他也觉得牙齿嘛 不会要人命 没关系 结果后来等到心脏病发了 真的在手术室要做很大的手术 之后后来才结束之后才想说 不行我要好好来治疗牙齿 所以这个口腔细菌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要非常留意 那问一下张医师 刚刚阿芳老师提醒大家 柠檬皮去掉绿色那一个白肉 基本上是带着苦味的 那个叫柠檬苦素 柠檬苦素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柠檬苦素对身体其实算是一个好的东西 它本身的话根据一些研究认为 这个柠檬苦素它本身大概是存在在这个柠檬类食物的这个种子跟那个白色的果皮是都蛮特别多 以种子最多那果皮就是第二了 那个苦素我们肝脏学的研究发现说 柠檬苦素可以提升肝脏内部一些解毒酵素的活性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帮助肝脏可以增加你一个排毒解毒能力的一种成分 所以对人体来说算是有益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柠檬苦素不错 那但是刚刚前面那个阿芳老师有讲到这个绿色的皮 它是带有一个柠檬精油 那相对来讲柠檬精油虽然是香气很足够 可是它对胃部比较刺激 所以假如是我建议的话 假如大家认为说这个柠檬这个好东西是个宝 但是想要喝柠檬汁柠檬水又怕自己肠胃不好 可以把那个绿色的皮把它去掉 保留下来做菜使用 那保留这个白色的果皮 它里面就含有柠檬苦素 那再连果肉一起打汁 这样子就可以打到一个有一个健康保肝 又不伤胃的一个柠檬的饮品 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些植物草药不要乱吃的 就是之前有一个老阿嬷 他就是听信这个朋友的 这个抱他说 这个某个山里面有一种草药可以保肝 他就说他十几年前得过急性肝炎 他怕肝不好 他就跑去山里拿那个草药吃 吃以后尿尿就开始觉得变成浓浓的黄色 甚至有点快要偏红 他就觉得这个草药很好 他吃了以后他排毒了 所以他就继续吃 他更认真跑去山里采更多草药 很多患者都拿回来以后就熬更多的茶 然后又一直吃一直吃 结果吃到后来他家人觉得不对 怎么 他眼睛也变黄了 皮肤也变黄了 就觉得哇这个出事了 这很奇怪 不大对 赶快带来医院看 就那时候我在医院看 我一看这个 在问一问以后 就说这是急性的药物型肝炎 他就吃了不明原因的一些成分的植物以后 造成那个肝脏的急性 甩解和发炎 赶快叫他停药 然后接受一个正式的一个药物治疗 他大概花了两三个月 整个黄胆才退掉 那接下来我们知音主厨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 普罗旺斯名香海鲜 其实海鲜它配柠檬 其实就好像是一个 很搭 是一个绝配 对我们就是会把它当成一个 很绝配的 那我们今天这边海鲜呢 有准备虾子 中卷 然后跟海瓜籽 好 那还这边都没有油脂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点油脂 那这边准备大概两汤匙的橄榄油 好 对我们就分批放 第一批的橄榄油 我们大概放一小茶 小茶匙就可以了 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你烧那个蛋白质的食材 海鲜也比较不会不耐烦 对 因为海鲜比较快熟 比较快入味 然后因为夏天在照片 你不知道 那整班都会了 结果炖牛肉炖两个小时 火上加油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夏天的清爽料理都搭配海鲜 还有可能夏天因为天气热 海鲜的油脂也比较低 对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海鲜的油脂 它的温度通常比较低 它不像肉类的 你一定要是高温 然后去煮 才会有办法把它油脂香气煮出来 而且夏天的海鲜也肥美嘛 所以今天分享的都是很好的日常的家常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烧的 叔叔你现在先拌炒洋葱跟蒜头 对蒜头这边 然后我们都把它切成小丁状或者是树末都可以 那其实炒你只要炒出香气就可以了 对用小火炒出香气 那这边有准备香草就是那个百里香 对百里香也是很适合海鲜的 那如果没有百里香的新鲜货 用那种干燥货也可以 可以或者是茴香也可以 对茴香啊 然后其实你就算是没有 你用迷迭香都可以 或者那种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做意大利面的 可能会有意大利综合香料的那种干货香料 是那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对然后这边一点点的辣椒 夏天还是带一点点微微的辣味 吃起来会比较 对反而是比较下味 对对对 比较开胃 对OK那我们把它炒出全部的香气之后呢 这边我海瓜子有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用白酒 然后把它闷开 好 那它就会有多余的汤汁 所以这是酒蒸海瓜子 对酒蒸海瓜子 那我们又拿它的汤汁来做它的汤底 可是如果是酒蒸海瓜子或者蛤蜊 这个酒蒸应该都有咸度了对不对 对这个都有咸度 所以待会咸度要小心 对没错 然后番茄 我们要它的那个颜色 然后它的一个味道 酸酸的味道就把它加进来 那你要看那个汤汁 像这样的汤汁是不太够 我们就再补它一点点的汤水 好 可是因为海瓜子比较鲜甜 所以这里头的汤头应该也是这个海鲜的鲜甜浓郁的 是 没错 然后我们虾子就把它的肠子把它处理干净 那中卷也是一样 那刚刚我们也有准备一些 来 这边有柠檬 那我们一样有准备柠檬果肉 然后跟柠檬汁 那你一定要等你的酱汁有热度 你才能放海鲜 如果你热度还没有上来 你把海鲜放下去 其实会对它比较伤害 好 那我们稍等一下 同时请教一下黄医师 听说这个生理痛的人 喝一点热的柠檬水 或者是适量的摄取柠檬 对于改善更年期男女的症状都有帮助 我很多的病人都这样跟我讨论 那我把这个国外的研究就做成比较多的 目前是没有人做大型的研究 说这样子的理论有没有根据 但是呢 目前大家都统计过 有三种人 第一个就是说 我旌旗来的时候 我当中一来 我就喝柠檬水 真的会马上就让这个 Mestration 这个period 就是经济的时间缩短 真的哦 就有一组人 他们就是把它分类 所以网路上大家就统计说 哪些人说 我喝了 有的人第一个 所以我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个就是我喝了就会停止 有一种人就说 我就是这个比例还不在少数 所以他的痛是这样子 所以有生命痛 精痛的人可以考虑试这招缓解看看 对 有一种人是这样子 那有一种人真的就是 他统计的结果就是说 我真的喝了之后 我马上就缓解不痛了 这是第二组人的感受 第三种人是这样子 他来了之后呢 他还是喝了 喝了之后好像不怎么痛 结果下一个cycle的时候更痛 所以目前他就在讲说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到底痛的原因是 我们稍微来研究一下 因为你知道嘛 都是会有这个宫缩 有时候会收缩 我们都知道子宫黏膜就是 你黏膜增生增厚 所以经济要来嘛 所以有些人对这个反应 所以每一个人 对每一种事情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试试看 所以我就鼓励观众朋友 到底柠檬酸对你是哪一种类型的 你自己尝试之后 你就知道你是哪一类的了 好 那同一时间 我们煮出这一锅 这个海鲜汤也烧好了 对 烧开之后呢 它味道已经有出来了 香气出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虾子把它放进来 那虾子现在放进去之后 它其实甜味又会再加进去 对 然后中卷 好 一样把它切成小块状的 我们把它加进来 所以我们先烧的 其实是蔬菜跟香料 对 没错 然后因为海鲜容易熟 海鲜最后再烧就好了 是 然后其实下去很快就 虾子也开始变红色了 然后呢 其实这道料理在南法呢 通常法国菜很重视一个东西 就是奶油 通常都会放奶油 那我们今天不放奶油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马铃薯泥 诶 对 因为奶油 我们要放奶油的用意呢 其实就是要让它 那个 乳化 对 乳化 汤汁会变成酱汁 那其实我们就是用马铃薯泥 一点点压成泥状的马铃薯泥 其实它也有这样的功用 那你油脂又不会太多 对 那最后呢 我们再把柠檬 跟海瓜籽加进去之后 我们再补它一点点的橄榄油 所以我们刚才有留了 大概一大汤匙的橄榄油下来 对 那我们现在等海鲜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它大概七八分手 这时候我们就把海瓜籽加进来 好 对 海瓜籽加进来 然后我们刚才的那个柠檬的果肉 这个时候就把它加进来 对 把它平均摊开 然后主厨刚刚分享的就是 马铃薯泥 其实可以增加它的浓稠度 对 然后柠檬汁呢 你可以自己斟酌的加 对 你喜欢稍微重一点的 你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呢 马铃薯泥 就是最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加进来 主厨 我觉得你这一个海鲜 如果加上意大利面来烧 或者加上面疙瘩来烧 它其实也会是非常好风味的 这个海鲜意大利面 这一定是非常好吃 其实它就是一个海鲜的意大利面 那像白酒蛤蜊 它其实也就是像这样焖白酒 然后用它的汤汁去烧那个面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那又加上海鲜 又加上那个中卷 它其实味道会更好 对 那最后呢 我们关火 然后把橄榄油把它淋上去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对 一半来讲 冰府做这个风格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地中海鲜的饮食 现在地中海鲜饮 其实全世界论文很多 就是最健康也就是属于这一类 它不管是海鲜的白肉 然后用比较好的油 就橄榄油 那当然蔬菜等等这方面 这非常棒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这个夏天 然后你呢 又怕什么胃口不好 又怕体重增加 用这种料理是非常棒 我们要讲说 因为柠檬来讲 有人认为是 因为它高甲 所以高甲来讲 它有个理论说 对肾脏其实是有点保护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出一些钠的排泄 所以钠排泄之后呢 我们那个血压会比较缓解 其实高血压是肾脏疾病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杀手 如果我们把血压降低来讲 对肾脏保护是很重要的 我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如果你本身现在是肾脏病的 第三或第四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柠檬里面高甲 高甲对这种肾病 是有一些风险的 我有个case讲 它那个是糖尿病 又合并肾脏病变 在第四期 我们第四期 那个一般我们医生会看的 用什么胰酸肝 可能生死有过滤 来判断你是第底期 基本上第三第四期的朋友 如果你还用这种 就是很多的柠檬汁下去 高甲的食材下去 会风险 那这个人他就是 他有养生嘛 他听说柠檬汁也不错 听常常看一些网路消息 那他每天喝点柠檬汁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 奇怪就觉得没有力气 肌肉没有力气 甚至会有点喘 然后到有点就觉得 胸口非常不舒服 后来他们 刚才家人把他送到医院 去挂急诊 他的甲离子非常高 甲因为高到6.5 非常高 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 那会心率不整 那个心率不整会刺起来 所以那个后来 原来他因为这个 这个状况 他用这些很多高甲的 一些柠檬汁 就下去之后 造成我们肾脏排甲 反而出问题 肾功能急速衰退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一般我们讲 这个食材含甲 不错的 我们的降降起来有帮助 可是当你肾脏疾病 有到第四期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请教一下张医师 柠檬基本上是偏酸性 像夏天有的时候 天气很热 胃口不好的时候 微酸的沙拉 微酸的料理 其实都有一点开胃 可是肠胃不好的人 是不是相对上 带着酸的食材跟食物 不能过量的摄取 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肠胃科常常强调 你吃什么东西 都是不要过于不及 像酸的东西 虽然是有点开胃 但是你本身假如一些肠胃道疾病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过量摄取 我们这个手版里面就列出来 比方说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 或者你曾经罹患过胃溃疡 像这样的患者 你假如大量吃这个酸性的食物 你的胃食道逆流 还有胃溃疡的这个症状 它会加剧 那甚至于它病情严重的时候 会容易引起这个胃出血 那这个胃酸逆流 除了本身你可能会 肠胃不适 胸口灼热 胸痛以外 它这个假如逆流太厉害 逆流到你的口腔 喉咙可能会造成你慢性咽喉炎 喉咙沙哑 甚至于你的牙齿都会被酸死 也就是说 这种酸性的食物 虽然在夏天 炎炎虾是很适合吃 但是不要过量 那我这边再举一些其他案例 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刘医师 有提到说 这个柠檬因为含有柠檬酸 它可以预防这个肾结石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的肾结石 大概80%是属于这个 草酸钙的成分 那但是柠檬酸 它本身跟这个钙质 这个结合能力比草酸更强 所以当你多吃一些柠檬 以后这柠檬酸钙 跟钙结合以后 这柠檬酸钙是水溶性 可以随着你尿液排出 就可以预防肾结石 可是有一些民众有误解 他认为这个柠檬酸 可以预防肾结石 也可以拿来预防肾结石 坊间常常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配方 就是说你喝这个纯的柠檬汁 再加上这个苹果汁 再喝一些橄榄油 可以排这个肾结石 但是我现在这边 奉劝各位观众 这个疗法在医学上是没有根据 而且在西方的一个 赤若针的一个杂志 一个很有名的医学杂志 在2000年左右有做过医学实验 发现这样的三个汁的配方 是无效的 所以我在那边呼吁大家不要喝 为什么呢 有一位我的患者 他本身就是有胃溃疡 然后他又有这个 得过幽门感菌 后来他发现他有胆结石 结果他就这个听信这个网路的留言 就去喝了刚刚这个柠檬汁 这个喝了两三个月 喝到最后他觉得他怎么人很虚弱 然后每天大便颜色都很很深 就跑来看诊 然后我一听大便颜色不是深啊 是很黑啊像头发一样 胃出血了 赶快再做胃进去 发现哇他喝这个柠檬汁 苹果汁喝了几个月以后 我们刚刚前面讲 苹果汁算是中酸度 柠檬汁是高酸度 这些东西喝一喝喝到最后 他胃溃疡又复发 然后还造成胃出血 现在变成要住院治疗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胆结石并没有排出来 这个治疗是失败的 那再请教一下徐医师 刚刚张医师也提醒大家 酸性的食材也要适量的摄取 换对牙齿也是很伤的 是的 是的 那大家知道 大家炎炎夏日 大家一杯手摇饮料 大家很喜欢喝 我们刚刚喝那个蜂蜜柠檬 不只哦 还有那个柠檬绿茶 柠檬红茶 大家都很喜欢 那其实这个酸性 对牙齿的影响 其实真的蛮大的 那不只是这些手摇饮料 那我们知道气泡饮料 大家知道气泡饮料 是双重的酸 比方说可乐这一类 对 汽水 雪壁这种东西 其实是产生酸 因为它双重的意思就是 它是高压 把它氧化汤打进去 所以它就会本身的碳酸 再加上食物 因为甜 它会产生酸 所以它其实是双重的酸 所以酸甜都伤牙齿 答对了 所以这就是双重的酸 那除了这个 我们大家很喜欢喝的柠檬汁 还有其他柳橙汁 它其实也是 因为营养 大家想说多喝果汁 那其实另外的像红酒 啤酒 这些酒类的 还有醋腌制的食物 都是低酸性的 都是PH是低的 所以它的PH大概是3.7种 那威士忌或高粱 那其实好一点 我帮观众问一下 红酒比较危险 红酒比较危险 啤酒比较危险 是是是 对 所以这种事情 是酸性的食物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其实除了我们这些 外来的食物之外 我们也要小心从内部的 产生的酸 比如说是胃酸的逆流 对对对 刚刚医师有讲到 胃食道逆流 那有些人是因为 厌食症的关系 他会去催吐 他会去催 吃完东西之后 他就消失不见 他就催吐 因为他想不自己怕胖 结果胃酸引起的 都会造成牙齿的酸食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要留意 酸的东西 对牙齿造成的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习的 去分辨 因为这个酸的东西 会让我们的房子会软化 软化这种房子变薄之后 房子又开始 比较容易去流失 那就露出里面的 象牙齿的黄色 所以呢 常常喜欢高频率喝 这些手摇饮料 含糖饮料的人 而且喝的方法 一口 喝一喝之后 又聊聊天 又再喝 他高频率去接触的时候 他其实有时候 年轻女性 20到30岁 其实这种状况 非常常见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再问个没礼貌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真的爱喝 然后假设这是碳酸饮料 那一次把它喝完 不要喝三个小时 对不对 讲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板子上 它的牙齿 它就开始会变黄 而且会有些凹洞 那这些凹洞 跟蛀牙的洞是不一样 跟刷出来的洞也是不一样 都长得都不一样 它是腐蚀的感觉 所以呢 你平常吃了之后 其实我们最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到底吃完东西 喝了酸性饮料之后 能不能立刻刷牙 对对对 这其实就真的跟你接触 这个食物的频率 我刚刚特别讲 频率真的非常有关 你千万就像我们小孩 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婴儿 是含着奶瓶去睡觉的 对 因为它就产生酸性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在卫教的时候 都是跟爸妈讲说 你喝完牛奶之后 你就赶快塞 塞开水进去 让它继续吸云 那其实大人的应用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你吃完东西之后 如果可以 第一个 我们先用吸管喝 如果喝柠檬汁 我们用吸管喝 尽量减少跟牙齿的接触 然后如果吃完食物之后 喝水 立刻冲淡它的酸性 那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我们的口水是可以中和 因为口水是碱性的 它是可以中和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像一些 像口干症的病人 他可能因为口颈部的癌症 他需要做电疗 然后他的唾液性就被破坏 他没有口水状况之下 他如果又喜欢喝酸性的 这些饮料的话 他的牙齿腐蚀的状况 就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吃完这些酸性 而且包括任何含糖的食物 糖类 淀粉类 其实都是产酸的 你吃完赶紧喝开水 然后不要把吃东西的时间 拉得很长 就集中吃 你不要这样吃了一口之后 又聊聊天 又在吃 这样其实对于牙齿 让它长期铺在酸性之下 都是很危险 那再请教一下黄医师 有一些植物里头 含有超感光的物质 听说柠檬片里头也有 是不是 对我们今天借这个柠檬的话题 刚好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先举一个案例 让你们深刻印象深一点 我有个美眉 漂亮美眉 二十几岁 她在看我 她说黄医师 我这个乳房 也没有摸到硬块 可是最近怎么很痒 很红肿 结果来要做查验坡 她说你帮我看 是里面长什么东西 结果呢 怎么看到一圈一圈的反黑 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去拔罐 看中医拔罐 这个附近痛 她说不是 我在敷补点的时候 我敷完那个柠檬 那我想要美白 我就顺便把那个柠檬片 我就把我觉得看皮肤哪里 就放到身上贴着 结果没几天以后 就反了这个贴的地方 也一圈一圈的 我说脸上也是这样 果然一看 脸上也稍微有红红种种的 那就藉由这个题目 跟各位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就知道 今天讲柠檬 柠檬是一种感光的食物 那感光的食物 你拿来外在 它就会吸收这个光 会光化 光化之后 反而会让你的皮肤 吸收这个能量 那有些时候 就会让你皮肤 本来想要白 但是如果过的用量不对 反而接受光 会变成反黑 所以我们要知道 像柠檬 橘子 九层塔 韭菜 芒果 这些 但是一个重点 这是说它外敷 那如果你今天 把它变成食物 经过消化到 然后经过这个胃酸 整个去 我们要的是它的营养 就好像刘医师讲的 我们要它的营养素 要它这些好的东西 那大家食物要来均衡 我想这个 借这个话题 让大家知道 这个感光食物的这个现象 好 那节目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对 我们今天讲 柠檬的好处这么多 我们可以适当用钱 柠檬片 或者说露菜 这非常棒 可是在喝柠檬汁 如果加太多糖 然后我们喝完柠檬汁之后 没有马上用一些摆开水 喝一下 树一下口的话 会造成牙齿的伤害 另外我们在胃酸液的话 有时候患者要特别小心 不过呢 不是光靠柠檬 大家可能各种水果 一天两份三份 这样下去之后 才能够吃到各种水果的养素 这样是更平均的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网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我们的食谱健康的资讯 也会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而且健康好生活暑假大方送 暑假要天天送好礼 送的是好的健康礼 所以欢迎观众朋友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跟LINE的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